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支萬迷早晨節目 首先,不好意思,因為昨天的幸運時間應該是史上最短的幸運時間 開了幾分鐘就要剪輯,可能很多朋友都猜到,我在這輛車 開直播打算是十多分鐘,誰知道中間有些 抄牌的事件,所以都要開走一輛車,所以就沒辦法了 不要緊的,現在也要補充昨天的說話,好嗎? 另外還有一件關於盧卡古的事件 為何盧卡古有加曼聯市呢?大巴,你不是想盧卡古回歸嗎? 第一個問題想問大家,有多少朋友是想盧卡古回歸的呢? 我稍後再說盧卡古這個題目 首先補充昨天的兩個題目 第一,Marcher傳聞會有熱刺對他有興趣 消息來源就是Features這個西班牙的媒體 當然了,西班牙文我不懂的,我們靠Google大臣 其實他都說得實在實在,但老實實就不是太實在 為什麼呢?他就說熱刺對Marcher有興趣 這個一直都有傳聞的 說真的,就算摩連奴在熱刺的時候也有傳過這件事 他就說熱刺願意出3500萬就找Marcher去代替 哈利加尼,因為哈利加尼很大機會走 但萬亂就要4000萬才肯賣他 兩個人就有個500萬的分別 那就 就是這麼多了 老實實,如果我自己分析一些傳會的新聞,我有幾個 標準的 第一,他所說的,究竟有多準成 如果說得很實在很實在的話 其實 就有時未必 是這麼 真的,我自己覺得 我這裡說得差500萬磅 如果萬亂真的想賣Marcher的 以我們一路的水平,500萬磅是否會跟他斟酌呢 我覺得 是不會的,如果萬亂要清走Marcher的話 另外 Marcher是一個法國球員 萬亂 以及熱刺都是一個英格蘭球會 為何無緣無故 一間西班牙的媒體可以得到這麼獨家的資料呢 這個也是我覺得 有一點懷疑的原因 所以 我看到,昨天很多朋友留言說 是呀,很棒呀,不要哄我開心呀 分析完之後呢 我自己覺得 那個機會 不是很大 雖然我不敢說沒有啦 以報導的媒體,消息來源 以及客觀的環境來說 他說的話 其實都是作品比賽的機會比較大 這是第一單,Marcher 老老實實 我自己個人看法 Marcher如果離開的話 都是 扔一聲 即是突然間一說離開就真的離開 如果那些傳來傳去的那些 都肯定是留的 為甚麼呢 即是 他在曼聯都好幾年了 以及 你見 蘇斯一查 仍然有給他機會 而且他的確今年他借得不好 但上一年又好像還不錯 所以 我覺得 蘇斯一查就未必再找他做證印了 說真的,如果明年開季又好像今季那樣 找Marcher做證印 長場都被踢9個位 我就覺得 又是那句 已經犯過的錯 又再重複 這個就真是 做一個領隊或者管理 不能原諒的一件事 但是 你說Marcher是不是 如果他 賣不走 他又被控制住 他作為一個替補 其實也是 一個可以的選擇 因為 譬如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買正前鋒 但你只是說卡雲尼 Greenwood 都踢不了那麼多場 或者是福仔 Marcher如果賣不走 多多少少都能幫助 以及 如果我是蘇斯一查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找回Marcher 試試踢左邊的邊峰 甚至乎 如果沒有辦法之中有辦法 或者是 新組沒有來的 右邊的邊峰 即是放一些位置 讓他探索一下 看看會不會做到一些東西 給他一些新的刺激 因為我覺得Marcher這個人 他挺有趣的 他真的挺心情的 他心情好的時候就可以了 所以 看看如何安排 但是如果再放回他 長場都被他打正前鋒的話 就真的重複犯錯了 我個人的意見 好 說第二件新組 昨天也有朋友報料 看到一些媒體說 新組 即是我們 勾過杯開來之前 即是說 我們不是9號開轉會槍 落必了 雖然說9號轉會槍開 現在可以談的 正式9號才正式轉會 但現在可以談的 所以還有幾個時間 落必了 會不會行 怎樣 我昨天在短短的幾分鐘的HAPP 都說了 這件事 在情理上 合情合理 為什麼呢 昨天簡單說過 多蒙特或者德國球會 很想快速去搞定 因為他之後就要找剃補 他都要搞融入 搞貴錢 所以理論上合情合理 但問題就是 價錢那裡 我昨天也說了 如果我去談我會怎樣做 大家可以看看 昨天短短的 HAPP 如果未看 但我今天想和大家研究 就是什麼呢 我消息來源去哪裏呢 這次真有趣 原來這件事的消息來源 是The United Stand 大哥 不要開玩笑 昨天有幾位朋友留言 都有提及這個United Stand 因為我昨天有第一條影片 為何有位朋友留言 說亞洲的球迷很喜歡炒領隊 我就說不是 據我認知 其實不是 很多球迷 很多球迷都喜歡炒領隊 一有不順利的時候 昨天有幾位朋友提及 United Stand 因為他們說 除了看泰巴之外 也有看United Stand 當然 United Stand 在YouTube 有100個訂閱 在Twitter 也有60多萬的追蹤 所以他們是一個非常大 萬迷的YouTube 現在也不止YouTube 只是一個媒體 差不多 好了 現在 現在 他們也做了消息來源 我覺得是很棒的 但我看了 他那篇文章 說他們真的說他們的消息來源 收到這樣的風 老老實實 又是那句 如果你問我 作品比賽的機會大 為什麼呢 過癮的 United Stand 其中一個主要人 就是Mark O'Bridge 大家都應該聽過他的名字 就算沒看過也聽過他的名字 現在已經很有名 是一個萬聯球迷 或者United Stand 的開中始祖 很多時候 他都暗示 說他們認識一些人 在 在奧特福 或者卡林頓 我不否認這一點 我覺得 因為他們都在英國 還有有部份的 Mark Goldbridge好像不是住在曼徹斯特 Mark Goldbridge好像不是住在曼徹斯特 他應該不是住在曼徹斯特 但我相信他們有些人住在曼徹斯特 他認識人在卡林頓裏面 我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 他所謂認識的人 在曼聯管理的核心 有多核心 這就是一個極度的懷疑 為什麼呢 我肯定一件事 我記得 Dean Henderson 即是軒仔 他曾經接受 不知曼聯官網 還是 不知哪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那些叫做什麼 你問我答 有人問過他 知不知道哪個是Mark Goldbridge 軒仔說 是誰來的 他完全沒有想法是誰 那意思是什麼 起碼在球員之間 就未必認識這個人 說真的 如果你認識United Stand 你一定會知道Mark Goldbridge 如果有看United Stand的朋友 你沒理由不認識Mark Goldbridge 所以我覺得他們所謂認識的人 是認識的 不過未必是這麼核心 在球員那裡就未必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 大巴經常說 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 可能 在曼聯做United Stand的善人 沒有在曼聯說他有幫United Stand做事 都未定 即是說是臥底 所以球員就不知道什麼是United Stand 不知道誰是Mark Goldbridge 這個當然也有可能性 OK 但我不知道 起碼 阿軒仔那個是真的 你看到他 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是 這個什麼事 我沒聽過 你就知道 起碼在球員之間 Mark Goldbridge這個名字 不是他們很熟悉的人 OK 好 說完這兩件事之後 就要最後說回 Lukaku這件事 大家可能會問 大巴搞什麼 Lukaku還關我們什麼事 當然其中一件事 就是有幾位朋友 都經常留言 不是一個人的 幾位朋友都留言 就說什麼 國米買Lukaku那件事 還沒有付款 還欠我們錢 所以 如果Lukaku 現在國米又說財困 如果Lukaku賣得走的話 起碼就有錢 找我們 另外也有很多朋友 Lukaku回來曼聯 有沒有得想 老老實實 Lukaku回來曼聯 這件事 我就說了很多次 我就不會想的 我始終覺得 捉他好運 如果他真的回來 英小踢的話 而且國米賣他 都很大機會 因為就說財困 要籌八千萬 他們最賣得錢的 都應該是Lukaku 說真的 難道生齊事嗎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呢 究竟是否還沒有斬數 我自己覺得 不是太擔心 除非國米真的倒閉 否則他終歸 都要找個辦法 找回我們 所以這個就算真的還沒找 我也不是太擔心 但反而 原來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說了一件事 挺過癮的 原來 盧卡古 就算真的回來英招踢 就算他不是回來 馬聯 我再說一次 戴頭盔 我不贊成他回來馬聯 現在傳聞 就是有機會 去曼城 或者車路士 也很有趣 一個Round Robin Round Robin 在車路士的清訓 又回車路士 有可能 但這個也不是最重要 如果他回車路士的話 我覺得 不是 如果回車路士的話 我覺得也挺有趣 還有曼城的話 也挺有趣 但是 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來在這宗交易 曼聯 他們很可能 想做得成 還有 轉匯費越貴越好 為什麼 原來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又是他們的善人 有幾堅 大家自己想 就是說 當我們買 盧卡古去國米的時候 大約8000萬磅的歐羅 原來還有一個 Follow on course Sell on course 他叫Sell on course 或是Follow on course 就是說 如果盧卡古再賣給其他球會的話 曼聯是有錢收的 其實這個Follow on course 或者Sell on course 都經常發生的 正正就是盧卡古由愛華頓 賣給曼聯的時候 都有這個條款 不過那個條款 比較小一點 就是說 當我們賣盧卡古 去國米的時候 我們要付 剛才說了8000萬歐羅 我們要付 500萬磅 7000萬左右的歐羅 給愛華頓 這個正正就是愛華頓 賣盧卡古給我們的條款 這個條款就是 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雖然我們說 就算收足 都是8000萬歐羅 但其實要付700萬歐羅 給愛華頓 都是7000多的 實代 好了 以及Manchester Evening News說 如果曼聯有做這個條款 也不是第一次的 之前也有做過的 所以你說我們的轉換團隊 是不是很廢呢 有時候又廢不完的 不過 即是下了一些條款 是用不了的 為甚麼呢 因為當我們賣 沙夏 去水晶工的時候 都有下這個 銷售的 還要是 四分一 即是說如果 沙夏賣去其他球會 我假設是 1000萬磅 的話 我們收 250 即是如果沙夏值1億的話 我們收2500 所以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過 說真的 你說我們跟國米談的時候 國米都給了8000萬磅 售價會不會 四分一那麼多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國米也不是傻子 是吧 所以我猜 頂籠 頂籠 都是10%左右 如果路卡股 賣回 這個 車仔 或者曼城 我猜我們 一千萬 四分一就沒甚麼可能 老老實實 OK 所以這也是挺有趣 Follow on course 或者Sale on course 其實這個我們都 之前有提過 不過有些新的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我說 不知道 認不認知這件事 OK 所以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路卡股 賣到好的價錢 曼聯也可能有得益 可以我們這個轉匯槍 多些少錢去用 這樣 首先第一件事 究竟 勞卡股 什麼時候 賣得成 以及賣到多少錢 是不是真的走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我自己覺得他離開國米 機會不小的 如果國米的財困是真的話 他們最值錢的就是勞卡股 而且現在都盛小 盛著個小 因為剛剛好幾間球會 都要一個正前鋒 是吧 勞卡股又好似 進步了 是真的 如果今年回來英朝 就真的看他所謂的進步 是不是真的 不過老實實 如果他去曼城的話 那麼多供應 他的確確 油脂至中 十球裏面 跟你撿五球 這個就沒什麼走雞 所以呢 去曼城的話 是有用的 去車仔 我就有個 問號 OK 今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下一節會講講英格蘭國家隊 拜拜